大家好,4月17日星期五,10点40,美国确诊678,796,治愈了56,243,死亡了35,460,病死率是4.6%,加拿大31,161,治愈了9730,死亡了1250,纽约死20, 23,699,死亡了12,821,病死率是5.7%,比成军高了1.1%,新泽西持75,317,死亡了3518, 马赛诸塞32,181,死亡了1245,纽约是29,263,死亡了2093,病死率在7.2%,这个病死率是比较高的啊, 下来是加州,加州是28157,死亡是973,加州现在也是上来了, 现在是宾夕法尼亚28314,死亡是848,宾夕法尼亚超过了加州啊, 现在是宾夕法尼亚25733,死亡是1073,路易斯安娜22532,死亡是1156,佛罗里达是23340,死亡是668, 德州,17265,死亡是429,德州控制的啊,相对比较好的, 敲着呀,16368,死亡是617,康内地格15884,死亡是971, 华盛顿州11333,死亡是587,马里兰10784,死亡是392, 美国的军队是4695,死亡是19,现在联邦监狱是752,死亡是18, 内布拉斯加死突破1000,1073,死亡是24,夏威夷是塔瓦尼541,死亡是9, 怀俄名是296,死亡是2,这就是美国新冠疫情的情况, 昨天是内布拉斯加,这个约克这地方,是暴风雪,今天是天晴了, 但是化雪比下雪更严重,这是张昂东在内布拉斯加约克给您带来的报道,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,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, 所以说五月份这个复工啊,确实各州都存在自己的难处, 现在特朗普已经宣布就是说把这个权利给各个州的州长了, 谢谢收看,拜拜。